朋友们好,昨天我在给朋友们做完视频,编辑视频的时候 就从乌克兰的很多网站上看到 就是在顿尼斯克有一座小城叫马基伊夫卡 然后呢,就是乌克兰的那个海马斯 就是高机动性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就像那发射了几枚火箭弹吧 完了,我就看视频当中发生爆炸啊 或者有的屈民惊呼啊,等等的,很吓人的 当然,当时很多细节还没有出来 后来到了晚上,细节就出来了 说是,就乌克兰方面呢,说是这一下击杀了俄军四百多人 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俄罗斯方面的报道 他说他们死亡,就是伤亡没那么多 他说得纯死亡,也就是六十多个人吧 如果我们把乌克兰的跟俄罗斯的两个加起来 再弄个平均的话,差不多也是两百多人了 这两百多人也是相当大的战绩啊 当然,我是宁愿选择相信乌克兰的这个数据 因为俄罗斯一直在说谎嘛 他们从来就没说过实话 反正死的也是他们家人 说不说实话,跟我有什么关系 死一个也是值当的 那就死一千个,那就当然更好了呗 这是杜尼斯克,那个马基夫卡被人家海马斯点名的那几百个人吧 那接下来我再聊一个小新闻 就是今天我又从乌克兰主流媒体上看到啊 就是他们在卢干斯克方向 现在可以说已经完全控制了P66号公路 就P66号公路 高速公路 呃,其实就是,这就意味着 他们已经完全的包围了克里米纳 克里米纳这个城市啊 可能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指日可下了 敌人好像从里面已经撤差不多了 现在呢,可能还在激战 所以呢,我们继续关注就行了 前面给朋友们聊过很多就是周围的 很多很多的居民点,你看到其实乌克兰的这个势力的那个颜色 并没有涂到那儿去 但是呢,俄军不停的往那儿发射炸弹 有些呢,还是红色的 就是地图上看,还是俄罗斯的控制区 但是俄罗斯自己也往那儿发射各种各样的爆炸物 这就说明那个地方有乌军嘛,有乌军的阵地嘛 只是乌克兰不愿意去宣布 俄罗斯也没有宣布,所以旧地图一直没有改 这就这么个情况 昨天我在国内的这个西瓜头条抖音上面 也发了一个视频,就是 那个瓦格纳的 所谓创始人,以及后台老板 当然最大的后台老板是波尿酸嘛 就是说前台老板嘛,前台大唐经理 那个普里科金啊 就到 顿列斯克,就是乌冬去视察,去看 当然了,也出了大事儿了,他才去嘛 就是让人家台马斯前不久啊,端了他一个指挥部,一下炸死了 差不多一百来人吧 所以呢,他就到那个建筑物的废墟里去看了看 就是炮弹落的什么地方,什么情况 然后呢,又到堆放尸体的那个地下室,又去转了转 另外,我又看到一段,就是他去 阵亡的,他那瓦格纳士兵的 公墓 去祭扫的 可能那段视频,在前面那两个视频前面还是后面 不知道,反正我就剪辑的时候把它剪到最后了 这样的话,他顺序上看着比较顺一些 我在我的评论区啊,看到很多就是我的好朋友们 网友们,他们评论说,一个厨子 去干这么多坏事,去打仗,去研究兵法,这种不好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到底跟这些朋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厨子,厨子也好,演员也好,或者屠夫也好 或者是像我这样开小店的小妹妹人也好,大学教授也好 歌唱家也好,芭蕾屋演员也好 当自己的国家受到别人侵略 自己的兄弟姊妹被人家掳掠,被人家杀害,被人家强奸 自己家的房子被人家炸掉,被人家烧掉 自己家的洗衣机啊,各种各样的财产 好不容易正来,当人家偷盗走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咱们从事什么职业 都应该挺身而出,保卫他 或者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受欺负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厨子,我们自己是屠夫 我们是外卖小哥 我们是画家,我们是艺术家,我们是大学教授 等等等等吧,不管是什么职业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去帮助 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去保护他们的家园 就是说是,干正义事业的话 不管你职业是什么,都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呢,你干非正义的事业 就是欺负别人,烧杀武略 你不管原来曾经是什么样的职业,你都是非常可耻的 你是厨子也好,你是特务也好 你是一个铜匠也好,你是个工程师也好 或者呢,你是个出租车司机也好 当你屠杀另外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 或者你本国的普通老百姓的时候 那你也是非常非常可耻的 在二战的时候,法西斯战争的时候 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 他们在侵略别的国家,烧杀抢劫的时候 那些人在当兵之前,也是从事各行各业呀 也有是什么人里车户也有 什么那个铁匠坡里头烧火的也有 就是炖田的也有 或者是打金银首饰的也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呢,他就加入了那个阵营 他就干一些坏事,他就遗臭万年嘛 这就是任何战争当中,他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这跟职业没有多大的关系 只要 只要做正确的事情,做正义的事情 不管什么职业,都值得我们 就是 值得我们顶礼摩拜 值得我们呢,就是尊敬 只要他干一些坏事情 就是打着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二战的时候,日本人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大东亚共人圈啊 那就跟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模一样的 他说他要统一嘛 所以呢,就是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是一样的嘛 在他们看来,他们也是做着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那在我看来 在这个很多主流的 就是国际上的明眼人,有讲点道理的人看来呢 都是他自己的找理由在干坏事情的 看着邻居家,好像多了几个朋友 自己呢,心里就酸酸的 这种酸酸的呢,就变成了打击人家邻居的这个理由 这个谁是谁非都很清楚 不用我花很多的唾沫点子去聊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职业方面来吧 就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乌克兰战士里头啊 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职业 我们前面不是聊过嘛,有一个 就是理论物理学的博士 后来当了歌星的 又当了这个艺术家的,叫瓦卡·楚克 还有等等等等嘛,他们都在拿起枪 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 保护自己的人民 就在国际战士当中,就是说,帮助乌克兰打仗的人当中 也有各种各样,原来从事各行各业战士的 其中也有很多的华人,我给朋友们聊过 一个华人叫 李承林 原来呢,是给别人家送外卖,送宅配的 也是了不起的 我还想给朋友们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呢,叫吕子豪 吕布的吕 孔子的词,豪,就是豪气的豪 我原来,我的名字好像是小时候 一二年级的时候,父母亲也想把我叫做什么什么豪 结果,我的小朋友们呢,周围的伙伴们说 什么什么什么豪,满沟豪 那个豪跟那个豪库的那个豪是一个婴儿 后来我不乐意,就没有取这个豪 其实这个字现在看来是非常好的 很有英雄气 很上舞 吕子豪,他当然在台湾呢,也当过兵 退役之后,他干的什么职业呢? 他是一个屠夫,就是卖猪肉的 杀猪,卖猪,就是开猪肉店的 当然,他是猪肉店的火鸡,他不是老板 然后呢,就是去年,应该说去年吧 去年,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就是野蛮入侵乌克兰嘛 这个吕子豪啊,他心里就过不去,看不下去 他正义敢爆棚嘛 他也没给他的这个同事说,也没给老板说,也没给他的父母亲说 自个儿就通过各种渠道 用了一个月的这个时间运作 然后就去了乌克兰,他3月22号去乌克兰嘛 那时候打仗也是相当相当激烈的 去乌克兰,刚开始他并没想着去打仗 而是想做人道主义援助 他呢,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帮着风发 人道主义物资啊,疏散难民啊,等等 做这些工作 因为他的素质比较好 后来他又 就是跟乌克兰人商量说,我呢,想当兵 乌克兰人说是可以啊,就给他进行了考核跟培训 他原来就有军事基础 但是呢,苏制的武器他不是特别熟悉 他主要是熟悉了一些 苏制的各种各样的武器,然后挑了一件乘手的武器 就当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打了三个月 差不多在六月底的时候,他就回到了台湾 继续从事他的老本行,卖猪肉 就是说,现在我们再回到上午精神吧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给朋友们聊过,说,我也想去乌克兰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我确实想去 为什么现在去不了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羁绊,我是下不了那个决心 就是说,我现在确实身体也是不行的 我每天起床的时候,腰都要用半天的时间才能直起来 我想我可能很快就会瘫痪掉 如果去战场是累赘 这当然也是理由,另外也有个现实的考虑 就是现在乌克兰啊,也不缺人了 从各方面看,各个采访看 你看,乌克兰大街上有很多的男性 乌克兰籍的男性 他们该上大学上大学,该打工打工 失业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看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呢 在以前一个人的博主的视频里头 他是从乌冬逃过来的嘛,他就在居民楼下 就那么坐着 坐着三天三夜,别人给他给点吃的喝的 他就是心理上发生了障碍嘛 就是说是,有人说乌克兰不是抓壮丁嘛 见着男人就抓过去,没这回事 人家现在不缺人 很多人呢,都是自己愿意求着乌克兰官方 你让我去打仗吧 就跟外国的吕子豪啊,李承宁他们一样 就是说,才去打仗的 就是,这里头就包括前面给朋友们说的那些 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人 比方说,瓦卡、楚克呀 还有就是其他的,还有一个议员,我给朋友们也说过嘛 还有更多更多的,你看我们在乌冬 坚守巴赫木特的 一些记者问他的时候,有些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 他说他是自愿来的 就政府,他可以不来,政府 不要求他来,另外呢 还有一些民兵组织,我们给朋友们了解过一个 乌克兰的老人组成的 民兵,就是乌冬的叫 圣诞老人营,那里都全是老人 年龄相当大了 他们呢,不接受乌克兰政府的招援 他们自己打俄罗斯人 他们就出生在乌冬,就是东尼斯克 然后呢,他们抱着一个闭死之心啊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圣诞老人营的人 进来的时候都发过誓 我们绝对不当佛罗 我们或者被敌人打死,或者自己把自己打死 我们不会当佛罗 就是,大家只有 以命换命 像这样的,在乌克兰是相当相当多的 其实,很多的国际战士去乌克兰打仗 也是,没想着回来 就是,包括吕紫豪啊,李成林啊,等等的,一些台湾的 就没想着回来,就想死在那儿 就是说,因为刀枪无眼嘛,去 风险是相当相当高的 包括咱们加拿大的那个战士,瓦利 他不是也待了那么两三个月,然后回来了嘛 就是说,乌克兰现在,我去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我得承认,我怂 我不是一条好汉 我没有去乌克兰,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不是一条汉子 这个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就承认了 因为我不是一条汉子,所以我才佩服那些 真正的好汉们,李成林啊 还有那个吕紫豪啊,还有把命留在乌克兰的 那个曾姓的,就是曾先生,曾爷 好,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